新冠肺炎疫情一个多月以来 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 也让印尼的经济受到打击 响应号召为支持政府防控疫情 印尼工商会及印尼企业家协会 联合采取行动向红十字会捐款 尽管有不少会员本身的事业也受到了影响 环项交接仪式在印尼红十字会总部举行 由工商会会长罗桑交给印尼红十字会会长 尤索夫卡拉 这次捐款也呈现出印尼企业家协会 抗疫情的热忱 工商会会长罗桑表示 这场疫情恢复了印尼的真实身份 一个注重团结互助互爱的国家 印尼红十字会会长卡拉向所有热心捐助的企业家这些表扬并表示 救济品将迅速风发到疫情红区以及有需要的城市 这场疫情恢复 大海新聞 印尼報導